大家好,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新的动物变形方块 这一次会给大家介绍的是4号、5号和6号的变形方块 那这三个变形方块不但可以变形成不同的动物 而且还可以合体,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们是怎么样变形还有合体的吧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号的变形方块 这个变形方块可以变形成一种在陆地上行走的动物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后 这是一个绿色的方块 那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里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还可以旋转出来 这是这只动物的头 那你们可以猜到这是什么动物吗 然后,方块的身体还可以展开 那我们的这只动物就变形好了 你们猜到了吗 这是一只大象 看,它有长长的鼻子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号变形方块 它会变形成什么动物呢 这里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这是动物的头 后面这里还可以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是动物的身体 这里还可以翻转出来 翻转出来之后,变成了动物的尾巴 上面的爪子还可以翻转下来 5号方块就变成了一只白色的老虎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6号方块 6号方块也可以变形成一只动物呢 翻转过来,这是动物的脸 还有脚 它背后的地方可以翻转过来 这两边是动物的手 那你们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吗 这是一只红色的大猩猩哦 这只红色的大猩猩 还有一把加龙炮的武器呢 这个黄金的方块可以变形成一把加龙炮 那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然后还有一把小的加龙炮 这一把小的加龙炮可以安装在大的加龙炮上面 就像这样子 大家看,这像不像一把枪呢 然后再把这个武器安装到大猩猩的背上 大猩猩看起来好帅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合体 变成一个大的机器人 首先又把它们从动物模式变成方块模式 那这是四号方块大象 然后再把五号方块老虎变成方块 接下来把六号的方块大猩猩变成六号方块 动物变成方块之后 再把它们叠起来 四号放在最下面 然后是五号 最后释放六号方块 这样子,我们的机器人就叠好了 最后把六号方块背后的两只手翻转过来 那这个机器人还插头部 这一把加龙炮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头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个黑色的部分就是机器人的头了 那这个黄金的小方块 可以组装到机器人的背后 就像这样子 再把它这里打开 大家看,机器人的头就出现了 肩膀这里也可以打开呢 让我们把机器人的小加龙炮安装上 这是机器人的武器哦 这样子,我们的机器人就组装好了 它的手部还可以拉长 而且拳头还可以发射呢 那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 所有的典型合体机器人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